接著這個,簡報第八頁,一樣,這裡有一個,你可以先下載一下 其實我原則上,可以用內建的,我們就先用內建的 第二個,可以用雲端服務的,我就會先用雲端服務 第三個,可以用免安裝的,我就會盡量用免安裝的 最後不得已才會用安裝的 因為免安裝的,你就帶著走就好了,也沒有風險 有沒有找到了,一樣,下載之後也要麻煩大家解壓縮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簡報第八頁這個,剪貼布加強 我們好像剛剛有介紹過一個東西對不對 Windows那一鍵不是有剪貼布,多重剪貼布嘛 好,你已經打開那個功能,看起來不錯啊 可是呢,如果你要更多的,我就會建議你來用這個 因為這個Ditto剪貼布的加強,其實它更早推出來 好,這個Mac就比較抱歉,Mac不是這個 Mac要用的話,我裡面文章有介紹另外一個 他也是要安裝的,但是還是沒有這個好用啦 好,那你看喔,您一樣的,找到他之後 DittoDitto在這裡,把它解壓縮 好,我也把它解壓縮,在這裡 你會看到多一個資料夾跑出來,有沒有 好,那在使用之前,一樣 Windows的那個多重剪貼布,它紀錄的東西比較少 而且功能相對比較沒那麼多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你看喔,其實我剛剛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已經摳了很多東西了 我有沒有摳檔案,有 有摳圖片,有摳文字,有沒有 有摳網址,有沒有 今天,從今天到現在,是不是摳了這些 但是呢,我們的這些紀錄,不是只儲存今天喔 跟我們剛剛SniPage一樣,過去的也會在這裡 所以你今天,你看,如果我要 來,我們回到我的這個白板好了,你看 我如果在這邊,我剛剛有摳這個文字 我還要不要再回去摳一次 不用啦,點兩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對不對 來,那我今天需要這個網址 就來這邊Ctrl加V 你看這個網址有沒有又貼進來了 各位,這樣有沒有簡單 還是你都還要再回去找原來這個 再摳一次 我們以前的做法是都這樣子 因為你剪貼布就只能記得最後一個嘛 所以你永遠,剛剛這個摳過了 那個也摳過了,可是 你就只記得最後一個 所以你只好再回來這邊再複製一次 但是呢 我們瀏覽器,各位 您知道瀏覽器不是都有紀錄嗎 是不是可以紀錄你過去瀏覽的網站 可是 你的剪貼布也是有紀錄的 而且 這個紀錄 只在此三中 你找到這裡 也是你自己的 對不對 所以 你今天如果 你的這些剪貼布的紀錄 能夠留下來 我就可以怎麼樣 比較快的再重複使用它 甚至你還可以編輯 好 而且有些時候 比如說 像這個 我用的網址 可是如果現場需要QR Code 你會怎麼辦 還要找產生QR Code的 對不對 不用啦 太麻煩了 要做什麼 用QR Code檢視就好了 有沒有都內建的 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 把它生出來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 來 你看 你剛剛下載了之後 一樣點進去裡面 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是它 幫我點兩架 我已經幫大家設為那個 反體中文的 因為它預設的話是 簡體中文 不是那個 英文的 這樣OK嗎 好 一樣的 如果你執行了之後 它可能會藏在裡面 你想要放外面也可以 不放外面也沒有關係 這樣OK 按右鍵 你可以確認一下 按右鍵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好 那你可以把那個 選項先打開一下 選項 把它打開一下 OK 建議大家 你在 以後再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就是跟著你的系統 啟動 這樣它就會在你用 剪貼簿的同時 幫你一起記錄下來 你如果沒有勾 變成你記得執行的時候 它才有 這樣了解嗎 好 是是 有找到嗎 好 看一下 有嗎 來 因為你直接進壓縮檔了 你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直接進去了 按右鍵 有 解壓縮 全部 對對對 你要這樣 好 已經有了對不對 好 那表示在下面 有沒有在這裡 對 你要進的是這個 對 對對對 這樣了解 圖跟這個不一樣 你看一下 不一樣喔 你看 顏色不一樣喔 對 好 是 你有執行的 你有執行的 有的 零裡面是空的 沒有錯 因為現在還沒有東西 對不對 可是它剛剛 沒有中 來你看喔 比如說你在這邊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複製起來 這樣是不是有了 好 再複製這個 沒有 這個圖片不能複製 看一下 有什麼可以複製 好 點進去 都沒有圖可以複製 好 按右鍵 好 複製 好 你現在看喔 在這裡 按哪一個 這個 誒 管轍加這個 誒 你的沒有 顯示 有沒有兩個 有沒有 剛剛的是不是都在的 誒 好 這樣下去 功能或什麼 跟你 那你剛剛有功能 這個這個 按右鍵 有沒有 誒 就會跑出來了 對對對 是 來 喔 你的 等一下 剪貼 選項 誒 應該是中文 為什麼呢 會有一些是英文的 對 對對對 正常應該是全部都是中文的 有啦 有啦 對對對 好 這樣 OK齁 來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 如果你已經執行了 你可以先試著 一樣 先複製 一些 好 因為我們會經過剪貼 不過大概哪些東西 文字 圖片 檔案 大概就這三個吧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在這邊 你先複製幾個 那我怎麼 去把它秀出來 你 簡單的你可以在這邊 你滑鼠來點 左鍵喔 左鍵 點它一下 點一下這個圖 你就會發現 你會有開這樣的視窗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已經有剪貼布裡面 曾經有過東西 就會在這裡 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這裡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 我要叫出來 叫它 我想要把這個圖貼進來 Doc 你看有沒有進來了 就點兩下就好了 就看你要哪一個 我要文字 Doc 有沒有文字就進來了 各位 這跟在用Word有什麼不一樣嗎 一樣可以用啊 反正只要能夠貼上的地方 這些都可以拿來用 有沒有感覺這樣子 你就不用在那邊 跑來跑去了 對不對 不然你一下子跑 哪一個應用程式 比如說你跑到Word 跑到網頁上 然後在那邊複製 再趕回來 你不覺得這樣很累嗎 所以你有發現我用的標題 就是你累了嗎 因為我們傳統 你用簡貼的方式 真的不夠友善 那我們透過這個 你就可以比較方便的 點到它 你看哪一個 其實文字也可以變Qrcode 文字內容也可以變Qrcode 沒有人說不行 不是只有網址才能夠變Qrcode 所以你的 這個剪貼布 你打開它 打開它 你只要按滑鼠的右鍵 在這裡 有沒有叫匯入匯出 是不是用Qrcode 這樣就好了 那麼各位呢 如果有某些字或某些圖 最近你常常用到 就是比較會重複用到的 怎麼辦 因為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這個剪貼布呢 預設在這邊 是幫你記住100次 也就是你剪貼布過去100次 我幫你記得 超過100次 就從最舊的那個刪掉 那各位你覺得100次 對你來講夠不夠 不夠後面可以加一個0 好嗎 這樣就會幫你記比較多一點 就會幫你記比較多 那重點是 總是有一天會達到那個數量嘛 那舊的就會不見 所以 而且呢 比較新的會放在最上面 舊的會被排到下面去 如果你真的覺得 最近這個常常用到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你知道 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叫做永不刪除 你看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壞速屬性 永不自動刪除 那代表什麼 這個 這個 雖然會被往後退 可是它不會被刪除 有沒有做一個信號 這樣叫我的最愛嘛 好 那你看看喔 我現在呢 再來複製一下 好 這個 我複製圖片 文字 我也複製 OK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位置 沒有錯 被往後退了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它就是到後面 不會被刪掉 那如果你 因為太常用了 我希望能夠就 自動跑在最上面 它也有置頂的功能 好 你看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Order 有看到了嗎 黏在最前面 這樣有沒有發現 來 來 我應該不是這個 來 取消取消 這個 我把它黏在最前面 這樣有沒有就置頂了 這樣子呢 不管你後面再複製哪些內容 我永遠都在最上面 隨時等你來取用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好 事實上它還可以做分組 還可以做更多 甚至你可以直接編輯 你看 直接編輯這個剪貼的內容 有沒有可以直接改 明明我就知道這個字錯了 你每次貼出來都要改一次 你不累嗎 我就把剪貼布裡面直接改掉就好了 這樣不就是都是正確的嗎 好 那我就存檔 這樣子 我下次貼出來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 這個 這個內容 它就會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 所以你也可以進去編輯這個剪貼布的內容 好 所以 像這樣的工具 其實都是我自己平常在用 我覺得 使用起來真的很方便的 好 讓大家 先做個參考 那我們現在